親戚人員民宅牆壁街道大下路 這棟透天錯隱藏在社區裡 都是因為確診按摩師 跑到鳳山排遷 如今感染擴大 還傳染給自家同事 兩天下來竟然確診12人 剧毒的過程裡面 傳播到家庭 高雄市衛生局調查按摩師 去的瑞竹排遷 總共5人確診 按摩師傳染給爸媽還有同事 排遷的男朋友 也傳染給老婆和兩名女兒 另一名男朋友 則是接觸對象還在調查 同間確診女牌友 到了立信牌肩串門子 再傳染給一個人 瑞竹另一名女牌友 則是去了五甲牌肩 但還沒檢認出確診 而這起打牌 引起的群聚感染範圍 快越三個牌肩 兩個家庭 一個工作長域 高雄市政府 匡列篩檢500多人 比汗神巨蛋人數還要多 只是感染源到底在哪裡 感染源疑似 外地朋友來鳳山麻將 做大牌 衛生局還在調查中 不過首先確診了按摩師 短期內到診所十次 十分不正常 診所恐怕疏於防範 是否立刻新增篩檢條件 只要病人一週看診兩次 或兩週看診三次 集成醫師就可以協助 轉診專責醫院 採取擴大匡列 擴大採檢 屏東鵝肉王最恐怖 麻將座一船15人 高雄鳳山麻將座 目前一船12 除機遍及公園市場超市 和小吃店 打嗑拍一口氣匡列500人 比汗神巨蛋268人 多出近一倍 就怕範圍再擴大 是否繃盡神經 記得聰明城、王書庸、XD小組 高雄島